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给你们出示奥巴马 奥巴马其实是挺帅的 奥巴马最近去了哪 你的国际观察员 缅甸 泰国 在那去干什么去了 柬埔寨 很认真地回答你的问题 他去干什么去了 开会 缅甸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美国总统在任期间访问缅甸 而且要投资 我跟你说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他去是去调情去了 而且我有 断章取义 不是断章取义 我有图有真相 是吧 我拿图作证 你就知道 我的这个是本质的真实 你瞧 英拉 把我看上的女领导人 也给 你看 你瞧 你再看下一张 更像 你瞧 英拉还卖翘呢 是吧 这就是女人卖翘卖娇的那种表情吧 奥巴马很会议 你看下边 就换人了 这张 这个他们的那个过程 我有看 这个昂山四季 其实年纪 他已经过60岁生日了 然后就整个身子扭动 扭来扭去的 然后就转身走了 奥巴马在后边还追了几步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一辈子追求自由的女的 一见到自由世界的主 那简直是不能自持了 你看下面 哎呦 是这家伙 奥巴马 他太太没跟着来吧 他太太拍照了 他太太只吃那个 比亚西的醋 这些没有关系 对 昂山素姬的醋 也没必要吃了 这个 没有 重点在于说 昂山素姬 你看他表情很不自在 好像躲开的样子 没有 他很享受 是吗 可是我刚刚看 看他的表情 我就觉得 因为啊 坦白讲 可能他生疏 他以前的丈夫啊 坐牢也被软禁以前 他丈夫是脑外 所以他对于拥抱 勇吻这种 应该非常熟识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他就是那个劲儿 是吗 山素姬就一直这样 这样的 可是我刚刚看他表情 我觉得怪怪 所以我想补充 文涛说那个奥巴马 去那边是调情 我觉得要补充说 是去调情失败 你懂吗 拥抱别人 勇吻 你觉得他怪怪的 我觉得是不是心中 有点磁死啊 是黑人总统 假如今天是个 Clinton 他就 他就反应不一样 对我对女人的解读 解读完全 不在行 对对对 当然你要听闻到 不要不如我们的自由女神 我觉得这些 东南亚国家的 这个女性领导人 当然这个 昂山素季线 目前还不是 只是反对派的 但他们呢 就是一方面 是展示这个 自己很强权 女性的权力这一面 但是同时啊 你看他这种 女性的妩媚啊 我觉得是 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 是是是 这个跟这个 西方国家的 美国 德国 这些国家的 包括法国的 我就没见奥巴马 不是 我就没见那个谁 西兰里流露过什么 人家非常的professional 对吧 工作就是工作 没有那些 然后铁梁子墨壳 那更是了 那包括法国的 现在是他们那个 前任的司法部长 不是 说同时跟八个 那个真是 到现在弄不清 爸爸是谁 全法国都在 太牛了 这个我就说 我第二祖国啊 我就跟我这第一祖国 真不一样 你想一个部委 一个部委级的女干部 怀了孕 竟然不知道 爸爸是谁 这要在我国 这就这完了 这中纪委就得上了 而且那八个 那个被怀疑的人 都是有名有姓的 都有头有脸的人 有总统吗 有前总统 还有那个 不是萨克齐 还有那个西班牙的 一个前首相 什么的 对吧 所以有其他国家的总统 有 还有他们国家的那些 那个巨商巨谷 这话说回来 那些照片 我记得以前有人做过研究 在UCLA 一个教授 他搞新闻学的 很好玩 他研究什么 研究欧洲美国的媒体 新闻媒体 为什么经常出现一些新闻照片 总是拍到东方女性的 你刚用了两个字 伍媚 伍媚 好难读 伍媚 其实呢 差点读成侮辱 其实呢 他意思是说 什么国家的女人 可能都有强悍的一面 伍媚的一面 可是重点在于说 拿着照相机的 都是白人的男记者 当他去拍的时候 他就抓你这个 然后送回报社 他就觉得 这个我们要放在那边 也吸引我们的读者 所以呢 这个等于是参与了 兼构了 塑造了 东方女性的 这一般的 可能是扭曲的 不能说扭曲了 比较被强调的一方面 所以我们一看到 你看东方女人 多么媚啊 多么有媚 西方记者 骨子里的男权的 这种潜意识的 对 其实他是用西方白人男人的眼睛 来看东方女人 非常有意思 这确实是一方面 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这个英国做记者 我就会发现 他们就是喜欢捕捉你这些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利比亚 在班加西那些地方 然后我们去关注的那些点 那就是战事嘛 他的这个正面的这些一些东西啊 然后跟进这个他的主要新闻 但是呢 像人家的那些西方的这些记者 他们除此以外 花了很多精力 就是去捕捉那些细节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对我也是很有启发的 但是为什么 恰恰他对这些细节的关注 在当事国是很受关注的啊 是很被欢迎或者接受的 往往是因为什么 往往是因为在这些国家 当事国 他们的这个新闻自由度 不太允许自己国家的那些记者 在这方面去做文章 展露这个女领导的 妩媚的这一面 对 但是出口转内销的这个 就我们还觉得挺瘦禄 是 是吧 所以这里边有种很隐秘的一种关系 对很微妙的 人啊玩的都是潜意识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看了这个 再多说一句啊 就是刚才那个很妩媚的 这个女领导照片 我刚才想说 这个西方的这些女性领导 好像就没有这一面 对吧 这很少看见嘛 对吧 人家工作就是工作 那实际上自己的生活 也是花花绿绿的啊 那一点不比他们差的 那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相反 你说中国的这些女性官员啊 那就更是了一板一眼的 正经没做的 对吧 你那案是什么 很难想象 我觉得这个素质高啊 咱们的这个女性官员 你看咱们的这个 教育好 我很敬仰的那个吴怡 她也是单身 你看在中国 好像很多这种女领导 都是这样啊 对 当然不是全部的啊 有个案 那个出过几个 那个好像深圳 曾经出过一个女贪官呢 是说也找精壮男子嘛 也是有的 其实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倒是为女性啊 争了一口气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你们男人 可以玩女人 当然 比较干嘛 不像话的 还是男官员 对吧 就是说 你知道咱们这就说到这了 说到那个什么了 你不是重庆的吗 他就是你们重庆的 你看嘛 你们重庆有个北贝 这么个地方 对吗 北贝有个区委书记 这个区委书记呢 姓雷 最近 雷人的雷 很雷人 最近被撤职了 被撤职了 哎 就是说啊 现在这个网上传的很 很广 我跟你说 他是因为什么呢 被人爆出一段 这个不雅视频 不雅视频呢 他跟一个女的 在这个不雅吧 对吧 大家不雅呢 这个这个这个好像就是12秒钟 12秒钟的这个这个视频 但是传开了以后啊 就有人举报 说他这个不雅视频呢 是跟他包养的这个情妇 也就是所谓咱们反对的那个 我认为歧视妇女的称呼 但是现在就都这么叫 叫什么小三是吧 哎 是他包养的 而且18岁 他忍心呢 18岁合法了 你这你这说马家辉呢 合法不一定合理啊 我说的是马家辉还是说谁啊 你这样吗 马家辉至于何地 马上把子弹往外推 中枪中枪 是是是 反应过头了 我跟你说 我确实想这个替马 马家辉博士这个问一个问题 我注意到 很多官员里边都有一个罪名啊 你像薄熙来 王立军 最后证明都有其中一个罪名 叫跟多名不正当女 不是啊 不是啊 跟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对吧 我想替马博士问一下 要是平民的话 这事算犯法吗 第一个你干嘛替我问 第二个干嘛问他 你干嘛问他呢 你看他 你看他 你看小婷马上脑筋在想 小婷马上脑筋在动 好像糟糕 他知道了我什么 我在帮你说话 干嘛 老师 怎么能这样呢 吵起来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海天蚝油 快乐一点 轻松一点 美味一点 只需一点 海天蚝油 快乐美味一点通 好酒出销了 古法茅台酿 棉柔后工坊 你看就这个北辈的这个雷书记 他这个开始 他主要是还否认 就开始问他 他说伪造的 不是真的 但是最后他的上级纪委 好像就是 就是这两天 前两天 上级纪委查出来了 说就是真的 当即就撸了吗 一看就是真的吗 因为那个 你在旁边看 那是大新闻啊 因为我看到 一看 当然要大新闻嘛 香港的报纸也有报道 我一看 对 一看呢 马上看那个图片 我马上想到肖伯纳说的一句话 说什么呢 他说 人类的所谓性爱行为 性行为 基本上就是用一种 很滑稽 很奇怪的 很唐突的姿势 来做一些很无聊的行动 你看他几个照片 把那个雷书记是吗 雷钱书记 雷钱书记 拍成基本上上一季青蛙嘛 基本上他长得上 没有脖子嘛 没有脖子的男人 能看吗 这样 没有脖子的嘛 然后整个角度 有没有 我觉得最糟糕 除了偷拍 也偷拍的难看 对不对 然后从那个角度看 从低往高拍 我们都知道 胖子是不能被人家 从低往高拍的 养拍 养拍 因为更胖 那就是美学博士 摄影学博士 我看到以为人受胶了 你就要一只青蛙 在那边吓一跳 谁拍 谁拍的呢 不晓得 香港报纸是登 你看到那天 不是 不是你吧 不是你 你不是拍的那个 要是你也不是拍的 我是说 人家有人说了 你不要老嘲笑人家雷书记 有的网友也觉得 这是爱 有人帮他说话 你知道 网友说的很精彩 就说 他用了12年 爬到今天的位置 雷书记12年 升到这个北贝的书记 用了12年爬到今天的位置 他用了12个月 给他买礼物 帮他安排工作 他用了12天 养精蓄锐 调养身体 他用了12个小时 安排好工作 抽出时间 开好房间 静静等他 他用了12分钟 脱衣洗澡 而这一切 只是为了和他在一起的 12秒 写得好 对了 现在他都为了他被免职了 如果这都不是真爱 那还有真爱吗 如果这都不算爱 是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 首先我是不知道的 谁知道 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不知道 是你告诉我的 又给我上了一课 然后这个事情 我觉得引起我关注的是什么 这小孩只有18岁 对吧 你装什么嫩嫩 现在18岁怎么了 我不懂 现在我 小女孩16岁 就已经发生性关系了 真的 好 谢谢你又给我上一课 不是我的这个重点 实际上还不是在这个小女孩身上 是在这个雷书记身上 我是觉得 就是你会相信吗 这个18岁的女孩爱上了你 会 对啊 是有可能的吗 毁有无知 是吧 小天逻辑上是有可能的嘛 种种的爱情关系 刚才你都说他这个形象什么 没有没有 那我们不能排除 我觉得小女孩 还有很 喜欢的就是漂亮的嘛 没有不一定了 等于有18岁的男孩爱上 跟呃 娶一个比方说50岁的女人 为了种种理由 爱情无罪啊 所以逻辑上是有可能的 这是少数啊 没有的 小数还是可能的 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爱情是复杂的 你知道吗 就我 哎 我这就你就说到一个问题 当然啊 我不是说他是不是真爱 这个玩意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但是这种情况啊 我早就在节目里讲过 就是说我的观察 我甚至问很多女同志啊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自己老觉得 女人好像耐恶心的能力啊 比男人强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就是说 我看过太多呀 就说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 跟那种脑满肠肥的 哎 我都觉得那种男人满脸油汗的 你知道那个大肚子 我觉得我跟他睡在一起 我的天哪 你知道吗 我没有办法忍受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爱上他 首先 真的是爱上他 就女的要是爱上这个男的 哪怕是这男的橘子皮脸 满脸抱大疮 哎 没问题的 不是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 首先啊 我觉得从某个层面来理解的话 和我的那个问题啊 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真爱 那么如果说是真爱 那么好 就分叉了 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不是这个女的 真的比男的爱 奈恶心 如果说你的这个观察 成立的话 只能证明一点 男人比女人肤浅 哦 也可以这么说 就女人更关注 也许他可以忘记 这个男人的外表 嗯 他注意他内在的 这个智慧 是吧 女人更善于为了爱情 为了所谓的爱情 自欺欺人 就他这 因为他能闭上眼睛吧 对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这个时候 我要替丑男人 说一句公道话 因为第一个 是不是真爱 真的像文涛刚说的 只有他们两个人知 我们谁都管不了 没有 也没有需要去管 第二个 就算假设是 所谓的真爱 他爱什么 每个人 他有他的嗜好 你很难说丑 就不爱 你断了一只腿 我就不爱 没有钱 我就不爱 每个人有他的标准 而且就像你说 什么杜猛肠肥 这个那个 别忘记 在男同志 同性恋 圈里面 有一种 类型的男人 是非常受欢迎的 你知道吗 除了我这类型以外 就是另外一种 就是五六十岁的 很胖的 一个大肚皮的 胸口就有毛的 那叫daddy bear 熊巴巴 对 那抱着他摸很温暖的 没错 没错 就所以说女人 他这个细路子宽 你知道吗 他不叫细路子 就是女人 他能接受的男人的 好 有的女的专门找胖男人 他喜欢 他觉得有安全感 你知道吗 所以男的其实反而你说的对 可能是我们比较肤浅和这个狭窄 我甚至还推演 就是说女人为什么博大 就是他为什么能耐恶心 就是我觉得 这是不是一种上帝的设计 因为我那天看见 他们娱乐八卦采访那个谁 陈慧霖是不是最近生了个孩子 是吧 是吧 别瞎说 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香港女明星 他出来跟记者讲 他最近在家里带孩子 他说一句 他说连我这个baby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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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这个屎啊 我觉得都是甜的 都是香的 你明白吗 女人 对 我一下子就想到 这是不是上帝的设计 就是说女人必须想 因为他要把屎把尿啊 带孩子 所以呢 他就发展出一种能耐恶心 对不对 我觉得 你说先天就很难讲 可是至少整个社会 还是给母亲这个角色 给他特别的意义 可能是后天的培养的 他从小就看到是妈妈替我把屎把尿的 然后那个女生 然后妈妈也叫姐姐带着小孩 带着弟弟带着妹妹的 从小就给他这样训练 甚至咱不怕是咱也不要歧视人 但是就我 我知道 你比如说我跟有的男的在一块说话的时候 这个男的 咱就说这个怎么该 该不该说 就说有口臭 有口臭 那真是迎风臭十里 你知道吗 我跟这个男的说话的时候 我都哎呀 我都忍着你知道吗 就侧着脸 但是他又很美丽的太太 我就一直 我说这玩意 这女人非常爱她 那你说 她是不是这个海大百川 枪枪三人情广告 最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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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是相关联的呀 如果不是一个18岁的女孩 比如说这个雷书记我不知道她多大 比如说是一个40多50的一个女性 她们俩相爱了 那对那个女性来说也不一定是恶心的 对吧 雷书记不就胖点吗 对吧 都恶心 一对 而且我觉得最近是这个美国 对吧 那个中情局局长 我正想说这个事 对对对 她的小三小四 是不是 涉嫌的小五出来了 有一个18岁的吗 人家中情局局长 想找18岁 找不到吗 为什么就没有 中国男人啊 小婷我一直好奇 为什么你那么看重这个年龄 你刚才代表丑男人说话 她现在代表上岁数的女人说话 你知道吗 没有她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说 她都被18岁的场去 我这个不是年龄问题 我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真爱的问题 如果说是真爱 那好吧 就算是这个 当然这个 跟她的这个身份不符 但是呢 无可厚非 当然这个 她的妻子要追究责任 那是他们的事 对吧 我们群众可以接受 对吧 但是18岁 我不相信18岁的女孩 会爱上她 我相信 但是你不相信吗 我见过 真的 因为啊 所以你说的也对 女孩可能比男人 她博大 或者说她需求更多 你比如说18岁的女孩 她有一个爷爷 是个叔叔 照顾她 问寒问暖 给她买东西 你知道吗 她想要的东西都能买 你知道这不是妓女 这会产生感情的 这会产生一种 所以爱情是复杂的 你像你比如说日本的说 这个援助交际 跟咱们说的卖淫 也不完全一样 在有些个案当中啊 是会发生类似于这个老少恋的 这种情感 这个叔叔对他这么样的好 对吧 这个给他给他 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个女孩子很容易生出 生出感情的 我只能说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对 跟你买什么都没有 真正你同意说人跟人不一样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说 说你18岁 而且他长那么丑 那就不是真爱 我不相信 因为你也同意 人跟人不一样 他可能坦白讲 13岁也可能喜欢这个男人 50岁也可能喜欢 我们没办法替他代言 所以这个事情 假如要说回这个事情的话 有个重点在于说 我刚听到说 他利用他的集权 有可能 对 这是 对 来等于那是 那个以权谋私 这可能有福 那另外有不同的机构 公家机构 他是政府 他是说你破坏形象 这个每个社会的接受度不一样 在法国 在可能在意大利 比较放松 我管你有几个 你不犯法就好了 在一些其他地方 包括日本 亚洲国家 他可能就觉得 你要代表政府的形象 不管你有没有犯法 你这样形象不好 你就应该下来 反正是说 看这个情况 在很多社会 假如我们想象 在日本出了这种情况 那官员马上 不用等你开除了 我都没有撵出来否认 马上就好 我齐职 就走 就持感 就持掉 就下来 还用否认说 这不是我 还要等你 你开除吗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